最近在社交媒体上流传的Finger Lift Challenge 手指挑战 掀起一股热潮 手指挑战是要至少四个人参与 其中一人会坐在椅子上 其他人就会围绕着他 一开始大家都会把双手合十 再把无名指盒为指收起 做撞指手枪的姿势 然后合力把坐在椅子上的人抬起 要用手指抬起这么重的人 简直是不可能的事 所以第一次尝试是抬不起来的 接下来每个人都顺时针将手掌摊开 放在要被抬起的那个人的头上 最后再以逆时针的方式拿开 这一次再用手指把同样的人抬起来 就变得轻而易举了 很多人都觉得非常神奇 为什么手叠着手就能有这样神奇的效果呢 不过一个叫Right This Minute的一组人 已经成功解释 这情况是因为大脑作祟 自我实现预言的原理 在第一次要抬起这么重的一个人的时候 大脑就未分泌一定抬不起来这个信息 而当你试过之后 大脑就能衡量出这个人的重量 第二次就能分泌需要付出多少的力量 才能把这个人抬起 换句话说 其实拿掉手叠手的仪式 一样可以达到同样的效果 为了证实说法 Right This Minute这一组人 一开始就做好足够的心理准备 要抬起一个很重的人 结果第一次就轻而易举的把它抬起了 所以说人的大脑非常厉害 只要是你想做的 就能分泌我可以的信息 给身体每个部位进行配合 3211 LIFT LIKE NOTHING 所以, Logan